韩国电视剧 韩国影视女演员 她参演的电视剧数不胜数 总是演主角的妈妈 却展现了不同的人物特色 她是东西两哥里的恩西的亲生妈妈 在中国大热的传闻中的七公主中 她饰演的妈妈更名字深入人心 让更多中国观众记住了她 在听见你的声音 已饰演李宝英刀子嘴豆腐心的妈妈 在剧中被人杀害的时候 许多人都跟着揪着心 金海叔的电影Per Story六名 他们的故事将于2018年上映 这部电影是以慰安妇为主题的电影 取材于真实事件官府裁判 讲述慰安妇受害者和日本展开六年 二十三次当庭对抗 并获得空前胜诉判决的故事 金海叔以及其他实力演员心喜爱 金海叔 瑞秀珍 文书和李龙女为了这部电影亲自去查阅历史 在越来越了解故事背后的真相 也越来越恐惧 身为专业演员的她 为了角色想在一定程度上 知道了解他们的痛苦 可越来越发现那是越多越难以体会到痛苦的深度 那些发生在电影李人物身上的真相 居然存在于更多人的身上 而那些人没有得到一句道歉 就已经变老了去世了 这个结局让金海叔无法接受 自己也没有办法出戏 在整部电影杀青了之后也无法走出阴影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需要退出演艺圈治疗 一名专业演员都无法承担 那么那些经历过比电影 已十倍百倍的恐惧老人们该有多痛苦 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一句道歉 魏安妇题材的电影一向很敏感 中国首部获得公映 许可的魏安妇纪录片 二十二是一部关于在日军清华战争 中中国幸存的魏安妇长篇纪录片 该片是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 二十二类魏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 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他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 串联展现出他们的生活现状 如今这些魏安妇老人很多都去世了 这段被很多人遗忘的历史悲剧 现在用镜头再现出来 不是为了悲情 也不是为了宣扬仇恨 只是希望年轻一代 我们要不忘吃乳 铭记立志